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获奖影视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小丑 笑容背后的社会窗疤 2.冰雪奇缘 魔法旋律中的姐妹情深 3.破风 骑行者的速度与梦想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小丑 笑容背后的社会窗疤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部电影 它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更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社会的阴暗角落 那就是2019年的电影 小丑 Joker 这部电影 它可不是一个 让你看了会心一笑的喜剧 而是一个让你笑中带泪 甚至是笑里藏刀的悲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主角 亚瑟·弗莱克 Arthur Fleck 一个努力在歌坛市 Gotham City 生存的小丑演员 他的笑容 那可不是快乐的象征 而是他痛苦的面具 亚瑟的故事 就像是一个社会窗疤的放大镜 让我们看到了被忽视的精神健康问题 阶级不平等和社会冷漠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毕竟我们谈的是一个小丑 亚瑟的人生 就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 他是图让人们开心 结果却让自己成为了笑柄 他的每一次跌倒 都像是社会给他的一个骇人的鼓掌 但是 这位小丑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笑话 他是一个复杂的谜题 一个需要我们深思的谜题 小丑 这部电影 它不仅仅是亚瑟的故事 它是一个 关于社会如何制造自己的怪物的故事 每一次 我们忽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每一次 我们对不平等事而不见 我们都在为这个怪物填砖加瓦 这部电影提醒我们 有时候 那些最需要我们微笑的人 可能正是那些 在笑容背后隐藏住 深深痛苦的人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 这部电影的成功 部分归功于神迹的演技 华金 菲尼克斯 Walking Phoenix 的表演 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独角戏 他不仅仅是扮演了亚瑟 他几乎是化身为了亚瑟 将一个破碎的灵魂 带到了我们面前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看到 小丑 这部电影时 不妨试着看看那些笑容背后隐藏的故事 也许 你会发现 这部仅仅是一部电影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社会的真实预言 哦 对了 别忘了带点纸巾 因为这部电影 可能会让你笑到哭 或者是哭到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冰雪奇缘》 《魔法旋律》中的姐妹情深 《冰雪奇缘》 Frozen 这部迪士尼于 2013年推出的动画电影 不仅在全球掀起了一股寒冷的热潮 更是让大小朋友们都能够一边摇摆身体 一边大喊 Let it go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魔法和冒险的故事 她更深层地探讨了家庭 姐妹情深 以及自我接纳的主题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部电影的音乐 《冰雪奇缘》的音乐 可以说是其成功的一大关键 音乐家Kristen Anderson Lopez 和Robert Lopez创作的歌曲 不仅旋律优美 歌词也深复含义 例如 电影的主题曲Let it go 不仅是爱杀 Elsa 释放魔法力量的宣言 也是一首关于自我解放 摆脱他人期望束缚的力量之歌 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的心灵鸡汤 鼓励助人们勇敢地做自己 再来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这部电影中的姐妹情深 艾莎和安娜 安娜和的关系 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情感旅程 从小分离到重逢 从误解到支持 这对姐妹最终证明了 真正的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这种情感的转变 不仅让人感动 也颠覆了传统公主故事中 王子拯救公主的老套模式 展现了女性角色的独立与力量 当然 我们不能忽略这部电影中的幽默元素 比如说 雪宝 Olaf 这个活泼的雪人 他对夏天的无知幻想 以及他那句经典的 我喜欢暖暖的拥抱 I like warm hugs 都为这部充满紧张情节的电影 增添了不少欢乐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 冰雪奇缘中的视觉效果 这部电影的动画质量非常高 从艾莎建造冰宫的场景 到安娜和克里斯托夫 Christoph 在雪山中的冒险 每一幕都让人感到震撼 这些视觉效果不仅让观众感到身临其境 也进一步强化了故事的魔法氛围 总之 冰雪奇缘是一部集合了动人音乐 深刻主题 幽默元素和精美动画于一身的杰作 它不仅仅是一部儿童电影 更是一部能够激励所有年龄观众的作品 而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不管外面多冷 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够拥有一个温暖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破风》 骑行者的速度与梦想 《破风》是一部于2015年上映的香港电影 由林超贤指导 并由彭于燕 崔史元 王洛丹等人主演 这部电影以自行车镜赛位背景 讲述了一群年轻人通过骑行追逐速度与梦想的故事 那么 让我们以一种专业且带点幽默的方式 来深入探讨这部电影的魅力吧 首先 从专业角度来看 《破风》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自行车竞速的电影 它更是一部关于团队合作 友谊和个人成长的电影 在自行车竞赛中 《破风》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在前面骑行 为队友挡风 让队友可以在他们的庇护下节省体力 最后冲刺 这种无私的精神和对胜利的渴望 在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从幽默的角度来看 《破风》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部 关于如何在生活中找到最佳破风手的指南 毕竟 在现实生活中 谁不想有个人在前面帮你挡掉所有的头风 让你轻松地划心至成功的终点呢 电影中的角色们通过七星比赛 学会了如何成为彼此的破风手 而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学会如何为他人提供支持 同时也寻找那些能够支持我们的人 此外 电影中的自行车竞赛场面拍摄的相当精彩 让人仿佛感受到了风驰电车的快感 这不仅仅是对摄影师的一种赞扬 也是对剪辑师的一种致敬 因为他们成功地将一连串高速移动的画面 剪辑成一个流畅的叙事 让观众既能感受到速度的快感 又不会头晕目眩 最后 如果要从破风中提取一个深刻的人生哲理 那就是 无论你在人生的赛道上如何即行 都需要有人与你并肩作战 就像自行车手需要破风手一样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也需要朋友和伙伴的支持和鼓励 总之 破风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自行车的电影 它是一部关于速度 梦想 友谊和成长的电影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狂野的追风之旅中 团队合作和互相支持的 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且 如果你在生活中感到疲惫 记得找个好的破风手 或者成为别人的破风手 这样的旅程将会更加精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带你回顾了三部截然不同的电影 小丑 冰雪奇人 和破风 这些电影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面镜子 反映出我们社会的阴暗角落 家庭的情感 以及梦想与友情的力量 小丑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窗疤 提醒我们关注精神健康问题 阶级不平等和社会冷漠 华金 菲尼克斯的演技更是令人惊艳 让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个复杂而令人深思的角色 冰雪奇人则展示了魔法旋律中的姐妹情深 她的音乐 主题和动画质量都令人赞叹 她教会我们接受自己 拥抱自我 并通过爱和友情克服困难 而破风则是一部关于速度 梦想 友谊和成长的电影 她告诉我们 在人生的赛道上 团队合作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而且 如果你觉得疲惫 找个好的破风手 或成为别人的破风手 日程将更加精彩 这些电影都有着不同的主题和故事 但它们都给我们带来了共鸣和思考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你对这些电影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曾经感受到了 这些电影所传达的信息和情感呢 请留言与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